7月4日8时11分 航天员刘博明成功开启天河核心舱节点舱出舱舱门 截至11时2分 航天员刘博明 汤洪波 身着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 已先后从天河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 并已完成在机械臂上安装脚线位器和舱外工作台等工作 后续将在机械臂支持下相互配合 开展空间站舱外有关设备组装等作业 期间 在舱内的航天员聂海盛 配合支持两名出舱航天员开展舱外操作 14时57分 经过约7小时的出舱活动 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密切协同 圆满完成出舱活动期间全部既定任务 航天员刘博明 汤洪波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 标志着中国空间站阶段 航天员首次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这次空间站的出舱活动呢 相比于咱们原来神舟7号的首次出舱 它有一个实质性的进步 首先这次空间站这个航天出舱呢 这个空间站本身的这个出舱保障 相比于神舟7号载载飞船呢 它就有这个进步 包括航天的这个出舱准备啊 对于神舟7号出舱任务相比 此次出舱活动时间长任务重 同时还要首次进行人和舱外机械臂的配合 复杂程度大幅增加 这次航天出舱呢 是要一方面去标准它的舱里的发行 还一方面呢 还要验证航天站在机械臂上 机械臂带动航天员来进行舱外大范围的活动 这个也是一个制的飞行 这个标志的我们这个出舱活动能够 达到了一个实力先进的水平 从2003年神舟5号飞船 首次实现载人航天飞行 到神舟7号实现航天员出舱 再到空间飞行器交汇对接 航天员长期驻留 中国空间技术不断实现重大跨越 因为航天这次在组合体里面的这个工作 相比于咱们载人航天二期动用 实际上反重很多复杂了很多 我们后续还要保证航天员在轨 能够顺利的开展相关的工作 就这块我们还是要打起精神 保持我们的斗志 来支持航天开展后续的工作 据悉 在命航天员在完成载轨飞行任务后 今年10月发射的神舟13号飞行程组 将接替他们的工作 届时 他们将搭载返回舱 返回地球大气层 着陆于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场 我们下期见 毛头着陆 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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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